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猜出来 我再给您说一个 这广告词更火啊 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了 听到这儿 您肯定反应过来了 葵花药业呀 我相信家里边有孩子的朋友啊 您肯定给孩子买过葵花药业的儿童药 那么咱们要说说什么事呢 说说葵花药业前董事长杀其案 其实提到葵花药业 不得不提这个人 叫关炎斌 关炎斌1954年 出生在黑龙江武昌 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 武昌这个地方 现在啊 是享誉全世界 那儿的大米是最好吃的 这关炎斌呢 从小就是好孩子 喜欢读书 父母呢 对自己的这个儿子也特别满意 您各位想啊 五十年代出生 那时候特别好学 特别喜欢读书 那是寥寥无几 关炎斌不光是父母满意 老师也喜欢 乡里乡亲的也都羡慕人家这孩子 关炎斌呢 读了好些个书 他呢 从小也就在心底里边发誓 我呀 也要像那些书里的主角儿们似的 我也得打造出来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也得有自己一份瞩目的事业 1972年的时候 关炎斌18岁了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高考呢 也还没恢复 想着考学 这是实现不了了 18岁的关炎斌就选择了参军入伍 因为身体素质过硬 当了一名空降兵 在当兵期间呢 表现积极 各方面成绩都非常突出 四年之后 关炎斌就入了党 退役之后呢 他就被分配在老家的第二清工业局工作 这在当时来说 这份工作无数人羡慕啊 这是铁饭碗的 25岁那年的时候 关炎斌就做到了第二清工业局的团委书记 在家乡人看来 20多岁啊 就做到了团委书记 那是相当厉害啊 体制内的工作又稳定 相对来说呢 也没有那么劳累 咱岔开一嘴啊 这两天 国家公务员考试不是报着名的吗 多少人报名啊 千军万马几独木桥啊 都想着考到体制内 就是图个稳定 不过人家关炎斌呢 志向不在于此 天天朝九晚五的工作 领一份死工资 不行 不知足 不满足 关炎斌是一个特别喜欢折腾的人 当时呢 二清局下边有一个砖瓦厂 已经濒临倒闭了 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随后这关炎斌呢 自告奋勇 我去这个厂吧 那时候啊 那是块烫手山芋 没人愿意去 好些个同事 甚至领导都觉得脑子有毛病吧 放着舒服的办公室不做 非得去那砖瓦厂 到那儿 事儿不一定干得了多少 再给自己惹身麻烦 关炎斌去了之后 嘿 人家可不做办公室 天天在厂里和工人们研究技术 为了销量到处奔波 这一天下来 人都是灰头土脸的 你别看 别人弄那厂不行 但关炎斌一去 二十多岁的年纪啊 力挽狂澜 砖瓦厂开始扭亏为盈 这个砖瓦厂可以说是关炎斌小事牛刀的一段重要的经历 取得不错的成绩了 他对自己的商业能力就更有信心了 把砖瓦厂盘活之后 1985年 目光又投向了一个新的行业 那时候绝对算是新兴行业 什么行业呀 塑料制造 他呢 筹集了5000块钱 跑到乡镇创办了一个塑料厂 还从银行贷款买入了现代生产设备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塑料厂并不多呀 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供不应求 这就让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从那以后 这关炎斌可就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了 一边开厂赚钱 另外一边人家还去党校行政管理专业学习 文化程度方面也得到提升了 从小就努力读书 就想着上学 那时候实现不了 这回人家实现了呀 事业得意 但是婚姻感情并没有那么得意 到结婚的年纪了 老家的父母也着急呀 你总得找个媳妇啊 在父母的介绍之下 关炎斌就和一个女孩子结婚了 还生了两个女儿 但是婚后啊 性格方面也不合 三天一小炒 五天一大炒的 家里边待着不痛快 那正好去外边忙我的事业去了 让体制内的这公司起死回生之后 这关炎斌呢 也就不再留恋体制了 那时候呢 又赶上政治改革开放 他就感觉呀 满大街的都是机会 下海经商是那时候最有潮流的事情了 于是关炎斌呢 也果断辞职 那时候最流行去哪儿 创业去哪儿打拼呢 就是去广东 去深圳 那是一片创业的热土 关炎斌呢 就来到了深圳 但是到了深圳之后才发现 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呢 因为对合同不了解 对外贸不了解 盲目相信别人 被香港的一个女商人给坑了 一下子被坑了两千万 各位 九十年代两千万 天文数字啊 放现在 那也算是天文数字啊 之前一直顺风顺水的关炎斌 这一下子算是打回原形了 满身的债务 此前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财富 辛辛苦苦打拼的事业 都不够填补这个黑洞了 事业陷入低谷了 原本他跟第一任妻子感情就不怎么样 到了一九九五年 夫妻俩算是彻底走到尽头了 婚是离了 但还有俩女儿呢呀 这两个女儿呢 就跟着关炎斌一起生活 第一段感情结束了 在关炎斌这人生低谷期的时候 另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女人 关注到了关炎斌 这个女人叫张小兰 张小兰呢 比关炎斌小五岁 也当过兵 退役之后啊 也留在体制内工作 一路做到了正处级的干部 张小兰的很多经历 跟关炎斌是类似的 比如张小兰也经历过一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也不顺利 在前一段婚姻 她跟前夫呢 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离婚了 儿子跟着张小兰一起生活 她跟关炎斌认识的时候啊 正是关炎斌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不过俩人平时的接触也就是工作上的接触 到后来关炎斌的事业陷入低谷期了 又离了婚了 张小兰呢 决定帮关炎斌一把 果断的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 处级干部也不当了 就到了关炎斌的塑料厂工作 张小兰之前在政府部门工作 有很多人脉呀 所以呢 也争取来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也帮助关炎斌争取来了很多银行的贷款 前前后后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吧 塑料厂把债务都偿还清了 厂的规模呢 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效益呀 也明显得到了提升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张小兰帮助 这个塑料厂不会这么快就起死回生 老话说的好啊 患难见真情啊 在这样的低谷之中 张小兰愿意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帮衬关炎斌 关炎斌呢 自然而然是备受感动 1998年 两个人呢 就正式走到了一起 办理了结婚手续 也正是这一年 俩人又遇到了事业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当时武昌市的国企武昌制药厂 因为连续亏损停产九个月了 政府当时决定改制 把这包袱甩了 看谁把这场接收过去 因为之前连年亏损 所以当时武昌制药厂的报价并不高 是一千五百万 关炎斌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 他感觉制药行业未来很有前景 但是手头资金呢 根本不够 哎呀 这可怎么办 这时候又是靠张小兰 利用自己人脉到银行 带了一千多万元 顺利的就把制药厂给盘下来了 买下了药厂之后 夫妻俩决定 给这药厂起个响当当的名字 就别叫武昌制药了呀 于是呢 就改名叫葵花药业 咱们看这小葵花的那广告的时候 也能看到一个卡通形象 一小向日葵是吧 代表的就是蒸蒸日上 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 改制之后 关炎斌呢 持股59.85% 这是占据绝大多数 张小兰呢 持股仅为0.76%啊 还不到1%呢 照理说能够买下葵花药业 哪都多亏张小兰呢 这是立下汉马功劳的呀 怎么占股这么少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事业越干越大 但是张小兰的持股比例是非常少的 那为什么他占股这么少呢 咱这也不知道啊 估计当时张小兰也认为 反正都是两口子了 挂在谁名下 无所谓了 尽管说俩人是半路夫妻 但还真是天作之合 生活上彼此关爱 事业上那是互相扶持 很快在夫妻俩的努力之下 原本要倒闭的五常制药 这葵花药业 一下子扭亏为盈 事业是蒸蒸日上 业绩越来越好 葵花药业一开始呢 就是生产销售护肝片 护肝片现在多火呀 对吧 后来产品覆盖了儿科 副科 消化系统 呼吸感冒 风湿骨病 心脑血管 反正你甭管得了什么病 这葵花药业都有相应的药类 短短几年的时间 葵花药业在药品市场 那就是一匹黑马呀 一下子成了全国药业集团里面 最瞩目的明星企业 为了把葵花药业打造成全国性的品牌 关炎斌呢 也是煞费苦心 到了2014年 葵花药业登陆深圳中小版正式上市了 关炎斌手里啊 就掌握着巨额财富 当然 这是后话了 在此之前 2008年的时候 张晓岚那年是49岁 已经是高龄了 但张晓岚就感觉和关炎斌 既然结为夫妻了 还是要有一个夫妻俩的孩子 这么着 为关炎斌生下了一个儿子 关炎斌之前 不也有两个女儿吗 大女儿叫关玉秀 小女儿叫关一 而张晓岚和前夫也有一个儿子 叫宋蒙嘛 两个女儿一直是跟着关炎斌生活 毕业之后 又安排两个女儿进入葵花药业 葵花药业上市以后 他又送了一些股份给两个女儿 如果您现在去看葵花药业的相关情况 关炎斌出事之后 现在葵花药业的董事长 就是大女儿 关玉秀 感情啊 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 能共苦 不能同甘 事业越做越大 但两个人的感情 也越来越淡薄 甚至最终走到了婚姻破裂的边缘 那为什么日子过不下去了 还不离婚呢 这事说起来倒也简单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他们夫妻俩呀 持有大量股份 一旦离婚 他们的财产分配问题 跟咱们普通人离婚似的 那不一样 那太复杂了 要说夫妻感情最终破裂 跟关炎斌的婚外情 是脱不了干系的 关炎斌呢 看上了自己的女秘书 于是就背着张小兰 俩人就偷偷搞到一起了 这事你只包不住火 更何况张小兰多精明啊 张小兰呢 就找到了关炎斌 要求他写下协议 承诺之后 把自己的财产 分给张小兰一半 现在网络上啊 也能够看到 关炎斌写的那悔过书 上面是这么写的 我犯了错误 我情感出了鬼 对不起我的好妻子 对此我深感自责和惭愧 我不是好丈夫 也愧做一个好父亲 但我不想毁了这个家 更无抛弃妻子的想法 为此事 妻子的伤心让我心痛 因为错在我 我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妻子提出离婚 我不同意 但有错在我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这个女人是真心爱我的 在一起生活的十八年的岁月里 妻子对我的爱是无微不至的 是最圣洁无私的 但我没有珍惜好 没有保护好 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小兰了 恳求给我机会 恳求妻子的原谅 如果不给机会 不原谅非要离婚 我也只好痛苦的接受 背上抛弃妻子的骂名 财产的一半 化归小兰 孩子的抚养费用 由我负责 其实说回来 关延宾真是那么诚心实意的 想写这个吗 因为当时啊 企业就要迎来上市的关键时刻了 如果说那时候丑闻被爆出来 那会严重影响公司的前景和市值 那没办法啊 关延宾只好老老实实的照做了 但是这份承诺给出去之后 让夫妻两个的关系 更加变得雪上加霜了 2014年 奎华药业 正式挂牌上市 市值也一度高达上百亿 公司越来越大 接下来除了夫妻俩 各占多少财产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这么大的家产 怎么在孩子们之间分配啊 说实话 关延宾这继父当的不错 在经济上没亏待过张小兰的儿子宋萌萌 不仅让宋萌萌参与到 自己名义经营的房地产业务上 更是奎华药业的股份也给了宋萌萌一部分 持股比例甚至跟关延宾的两个女儿相差无几 但问题就在于张小兰并不觉得关延宾是真正的重视这个继子 因为关延宾很早就让两个女儿参与到公司管理之中了 甚至到各个重要部门任职 很明显就是要把他们培养成接班人 反而宋萌萌呢 只有股份 但是没有重要的一官半职 也不参与管理事务 张小兰就感觉 关延宾呢 这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份家业交给宋萌萌 您各位可能该说了 张小兰和关延宾不也有一孩子呢吗 各位别忘了 08年生的 14年上市的时候 那孩子才6岁 那赶不上摊啊 更要命的是什么呀 在17年的时候啊 张小兰得知 关延宾跟秘书偷偷生下了一儿一女 这一下张小兰是彻底崩溃了 于是啊 愤怒的就提出来离婚 之后经过协商 张小兰同意把个人名下价值6000多万的股份 让给关延宾 这在当时还被很多媒体评论为 中国最好的上市夫妇离婚案 也把张小兰评为最佳前任 但实际上 张小兰不可能 如此轻易的放弃自己曾经打下的这份基业 他跟关延宾呢 有一个私下的协商 协商结果是给自己十个亿分三年付清 从那以后 张小兰就带着儿子到国外生活 虽然说俩人不在一起生活了 但毕竟有孩子呀 逢年过节的还是得见面呢 2018年12月份 张小兰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 关延宾呢 去大庆张小兰父母家里去看孩子 俩人一见面 前几句话还好伤好俩的 到了后边啊 那是越说越不痛快 其中有一件事 让张小兰心里边特别不舒服 这关延宾离婚之后 更加的意气风发了 公开的和情人初双入对 那也不用藏着掖着了呀 私底下生的一儿一女 也能够大大方方的带出来了呀 2018年 他呢出版了一本自传 书名叫《玄壶大风歌》 就讲自己的创业史 当时的关延宾64岁 2018年5月份的时候 葵花药业举行改制20周年 关延宾弄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庆祝大会 把这本书发给在座的每一个人 俨然关延宾此时此刻 站在了人生的顶峰 可是这本书啊 张小兰远在美国也看到了 看完之后百感交集呀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感觉在这本书里 关延宾大吹特吹自己的创业精力 把自己的功劳全部给抹杀掉了 葵花药业刚创业的时候 张小兰就付出了那么多的心血 当年为什么能买下五常药业 也是他张小兰到处找贷款 解决资金问题 葵花药业这么多年的发展 张小兰付出了汗马功劳 所以这回在张小兰父母家一见面 俩人就又吵起来了 一来是那书上写的让张小兰不痛快 二来离婚协议上写了九亿的现金 还没支付完呢 还得需要协商 俩人吵着吵着 这场面彻底失控了 张小兰就指责关延宾 在这本书里抹杀了自己的功劳不公平 他说了 我也要出一本书 我要客观的描述 葵花药业这么多年的发展 我还要揭露你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轨的事情 要不是我当年帮助找贷款 你不可能盘下药厂 关延宾一下子就被激怒了 他可不希望自己的牢底被揭发出来 于是啊 他跑到厨房拿了把菜刀 堂堂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啊 竟然对着一起生活了十九年的前期 重重的砍下了四刀 得亏后来这菜刀被张小兰的弟弟张明给夺了下来 菜刀被夺下来之后 关延宾又拿了一把尖刀 打算自杀刺向了自己的左胸部 还划伤了自己的脖子 不过呢 都没刺中要害部位 伤势也不重 被砍伤的张小兰血流如注 当场失去了意识 得亏抢救及时 捡回了一条性命 但是此后余生 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似的那么生活了 出事之后 关延宾被警方及时控制逮捕 2018年12月28号 关延宾辞去奎华药业董事 董事长以及总经理的职务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很可能会被判刑 在庭审过程之中 他的辩护律师试图以关延宾有抑郁症 后来又试图自杀来为他开脱 但是法院经过审理 并没有采纳这些说法 关延宾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1年 随后关延宾提出上诉 二审依然维持原判 驳回上诉 目前 奎华药业的董事长 是关延宾的大女儿 关玉秀 奎华药业的总裁 是关延宾的二女儿 关一 这个案子就为您说到这儿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联机 感谢观看